这是Nick Woodman,GoPro的CEO和创始人 他在今年8月的一次采访里将创业形容成徒手攀岩 而GoPro作为一家典型的硅谷独角兽公司 他的攀岩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GoPro发布过七代运动相机产品 研发过稳定器无人机 在几年前还如日中天 甚至是被视为下一个苹果 但在上市一年之后 它的市值就从最高的130亿美元 滑落到现在的不到7亿美元 所以当我的记者朋友杜诚 说他要参加GoPro最新的新品发布会时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我也太久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的消息了 所以GoPro这些年攀岩经历究竟是怎么样的 它们现在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岩壁上 是还有路向上爬 还是需要找到一条退路 欢迎来到生动活泼传媒旗下 硅谷早知道 这个世界因科技创新而聚变 那就请和我一起 在最前线观察科技创新 所带来的变化 影响和经语 我是徐涛 那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杜诚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Pingwest和归星人在硅谷的驻战记者 哈喽杜诚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徐涛 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话题是跟GoPro有关 杜诚我们先来说一下 就为什么我们会说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硅谷的独角兽吧 是GoPro这个公司 它其实是创立就是在硅谷 然后这个创始人呢 他应该是也是当时是住在北加州的一个离海非常近的地方 都是很多有钱人住在那边 好像离半月弯不远 解释一下半月弯 可能就是在旧金山跟帕拉奥特中间风景优美的一段地方 靠近太平洋 对是的 然后这个创始人呢 他叫做Nick Woodman 然后他的父亲和母亲 主要是父亲吧 应该说当时都是在硅谷的这个投资的领域 特别是风险投资的领域 算是在当时他们的时代是叱咋风云的人物 都是很有名的这个投资人 然后也是非常丰富的这种管理公司的这种职业经理人经验的这么样的人 他是相当于有两位父亲 一个生父 一个继父 然后都是相当于是圈子里面的人 Nick Woodman这个孩子 他从小就是相当于浸泡在硅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 但是当然他也有一些跟其他的硅谷的小孩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算是投资二代 不是一个很典型的投资二代吧 他之前其实在建立GoPro之前也有创业过 对不对 是的 Nick Woodman他其实在GoPro之前他有过两次这个创业的经验 他的两家公司现在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基本都没有听说过 第一家叫Empower All 另外一家叫做Fun Bug 他们都是这两家公司相当于都是一个算是在线市场这个领域内的 不完全是电商 但是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互联网上面的一个市场 然后基于互联网去为大家去提供一些服务的这种感觉的两家公司 而且他这两家公司创立的时间基本上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那个时候 当时在线市场这个概念在硅谷相当于是非常的火的 但是即便如此他这两家公司都是相当于是失败了 应该挺正常吧 正好遇上互联网泡沫 没错没错 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首先在硅谷创业这个事本身就是九死一生的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嘛 然后再加上就像许涛刚才说的当时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互联网泡沫 很多短暂创创办 然后之后很快就上市的这些互联网的公司呢 他们的股价都遭遇了这个瀑布式的这种崩盘 然后在当时的这个情况呢也非常的不好 然后VC呢也不太敢去做这种投资 所以说他这两家公司失败呢也是算是可以预期到的 他本人的性格他可能不太像我们通常想的硅谷的那种 理工科出生的死理性派的那种 没错他Nick Woodman确实不是这样人 很多我们印象当中的这种硅谷的创业者 或者说VC二代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很多的像这样的硅谷二代 他们家里很早都有电脑 然后很早就会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个机会 或者说场景去让他们去学电脑 然后很多这种二代也因此走上了这个编程的道路 然后成为二代创业者 但是尼古鲁门不是这样 他其实家里有电脑 但是他对于编程的这个爱好并不是非常的强吧 然后以及他上的是这个UC San Diego 相当于是离家非常远 他家在北加嘛 然后他跑去了南加州去上这个学 然后他学的这个专业是视觉艺术 跟李克相当于是几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他从上面两段这个创业失败的经历 到创办这个GoPro可以说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 这个期间呢 他其实是去做了一些很标准的这种美国白人男孩都会去做的事情 全世界到处去玩到处去冲浪 他本身是一个冲浪的爱好者吧 从大概十岁左右开始就爱上了冲浪这个事 而且他家离这个太平洋本身也比较近嘛 所以说天时地利 然后他相当于是在这个冲浪的过程当中 想到了创办GoPro的这个这么样的一个想法 当时就是说他想有招一日成为一个职业的冲浪运动员 因为创业就是已经失败了两次 他觉得可能自己不适合这条道路 所以他就在想那我有没有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职业的这种冲浪运动员呢 在当时冲浪这个东西吧 就是你得你自己冲的好 没有用 你得有人给你拍这个视频 拍这个录像带 当时可能互联网还不是特别火 但在这种无论是红牛也好 无论是那种MTV或者说其他那种极限运动的电视台上 有人去播放你的这个录像带 你才有可能红 然后才有可能有更多人知道你 然后有大的品牌去找你签约 或者说职业的这种团队去找你签约 让你成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但是他在当时相当于陷入了这么一个死循环 就是没有人给他拍片 他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职业运动员 所以他就想我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拍这个片子 于是他当时最开始是找了一个很普通的 在当时数码相机还不是很流行吗 所以他用了一个胶片相机 然后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相机绑在自己的胳膊上 绑在自己的手腕上相当于 然后一边就非常小心翼翼的去跑去冲浪 然后最后还真成了 他真给自己拍了这么一段片子 如果他当时成为了职业运动员 有人找他签约的话 那可能GoPro的故事就不是这样了 但是他相当于是发现了这个创业的灵感 在当时他就想除了成为职业运动员之外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运动相机的这个东西 就是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创业的一点子 所以那是哪一年 这个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 在当时他应该已经20多快30岁了吧 我记得 那还非常非常的早 是他是当时跟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 他们当时是 我刚才说他们去全世界到处去玩去冲浪 然后他是最开始是在印度尼西亚 还有澳大利亚冲浪的时候 想到的GoPro的这个灵感 然后后来他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起家的这个过程 也是挺传奇的这么一个事 就是说他当时在印度尼西亚买了很多这种手工艺品 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一些超市 能够买到那种很便宜的那种猪串 叫应该Beats那些东西 然后他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然后装了好几箱的行李箱 然后拉回到了美国 然后把它们编成了这个 有编成腰带 有的编成这种挂在脖子上 或者挂在手腕上的这种猪串 然后就开着他自己的车 然后沿着相当于一号公路吧 从北加开到南加 然后再开回去 就这样沿路的兜售 然后筹集到了公司的这个第一笔启动资金 那也是2002年吗 2002或者2003年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到他居然能纯靠这种手工艺品 能卖到这么多钱 我也没有办法想象 一万美元他还需要用这种方式去筹集 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家境的小孩 对他确实是一个不太需要家里的钱的 这么样的一个小孩 我觉得可能美国的小朋友 就是独立的性格 还是在他的这个这种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里面 就是家里如果有人给你提供这种便利的话 接不接受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说可能在当时 尼古鲁门他可能是因为有之前的两次这种失败的经历 他不想说这一次就完全依靠家里 他还是想说那我自己还是应该在这里面有一个投入 当时其实除了卖这些手工艺品赚到的一万美元之外 他之前自己还有存大概两万美元左右 所以他自己的钱合在一起应该是三万美元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 即便在今天可能都是不少的一笔钱吧 就至少一个一两个人的这种小规模的 你别说创业公司就是最开始一种车库创业的状态的话 那这个三万美元应该是足够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如果考虑到这是将近20年前 而且又是硅谷刚泡沫之中 那的确这笔钱够开始了 但现在在硅谷肯定不行 我觉得可能租一个工位也持续不了多久吧 然后他是自己有三万美元 然后加上他妈借又借给他了这个三万五千美元左右 然后这个一共是六万五千美元的一个启动资金 他就是靠着这笔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就是你说成与其说他成立吧 其实也就是他跟他的太太 当时的女朋友在一起 然后他们而且他还管他妈借了一台缝纫机 他们相当于是就是两个人在这个缝纫机上 编这个公司的第一批这个配件的产品 因为在当时这个运动相机 我们今天都知道GoPro 他其实是这个运动相机本身 他还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配件 有套在手上的有挂在胸前的之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配件 但是在当时他们的第一个配件是手绳 相当于就是绑在手腕上的 然后这个手绳其实是用他妈借给他的这个缝纫机来缝出来的 然后至于相机本身 应该是他在当时从这个1688 挺有意思 就是当年的这个阿里巴巴嘛 对 他从上面找到了一个供应商 一个中国公司 然后给了这个中国公司一些一笔钱吧 然后去让他们去开模 在当时生产的是这个35毫米胶卷的这个运动相机 就当时还没有说基于数码的这种运动相机的存在 所以他的GoPro的第一代产品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人曾经见过 或者说用过 如果幸运的话 可能用过这个第一代 或说前几代的运动相机 其实GoPro在当时的运动相机都是基于胶卷的 那防水吗 有一些比较基础的防水的功能吧 既然它是一个面向冲浪这种使用场景的一个产品 在当时的这个防水性可以说 就是同期的其他的产品相比较来说 应该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那他怎么卖他的这个设备呢 他当时是因为量非常小嘛 他刚刚从这个1688上找到这个供应商 当时的量还比较小 可能就几十台几十台的这样 从中国相当于寄到美国 这个东西的生产成本 好像是七八美元吧 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数 在当时非常的便宜 天呐这个太便宜了 好歹是一个相机呀 是的这个是生产成本 然后他呢他呢拿到了这些相机之后 去以这个十美元的这个进化价 然后卖给一些冲浪啊 潜水啊滑板之类的这种 就这种极限运动这种商店嘛 然后这些商店在以大概20美元左右的价格 卖给冲浪还有潜水的爱好者 然后他相当于的第一批用户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够 呃来去获得的量非常小 但是呃他找到的第一批用户相当于都是非常核心的这些人 呃一般一般如果不是这种死中的冲浪爱好者的话 他是不会花这么些钱在呃 对于冲浪这项运动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这么样的一个 而且也不知道能用多久呃会不会坏的这么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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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相机这样的一个硬件产品上面 但20美元的确不算是一个很高的价格 他就有点像是玩具的一感觉了 呃是的是的 而且主要是胶卷嘛 你就把它理解成呃一次性相机一次性的那种胶片相机 只不过说可能防水做的稍微好一点 而且他们呃他在当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一个品牌 GoPro所有人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大家都知道富士 大家都知道科达美能达之类的 可能那些品牌可以卖的更贵 但是GoPro在当时他就只能卖到这么便宜 所以我觉得他无欲当中其实是采取了一个策略 就是先打核心用户 然后便宜一点 让他们先用起来再说 能够有个快速的启动 嗯没错 这个在当时我觉得可能不能称之为一个策略吧 因为他在当时 他就一个一个美美国很标准的一个一个白人的一个冲浪男孩 他能想到什么呀对吧 就是怎么可能想到说说说未来会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策略这一步 但是总的来讲 他的这个呃创业初期的这个呃 主打呃核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这样这么样的一个路线 可以说证明在之后呃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从他创立一直到上市的这个十年的时间里边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直到今天对于这家公司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嗯 所以你说他从创立到上市用了十年 那这十年间什么时候算是他开始声明确起的一个阶段呢 他最一开始我刚才提到他是把这个相机呃非常小的这个呃 少的时候有几台这样的去卖给这个普通的冲浪商店 然后后来他声明确起我觉得应该是有一次有一个日本的客户 当时这个日本的客户应该是要去参加一个运动用品 或者说极限运动用品的这么样的一个一个在当地的一个展览 一个会展 然后相当于他是直接跟GoPro订购了几千台 在当时的这个第一代的GoPro Hero相机 然后让这个Nick Woodman赚到了第一笔钱嘛 在当时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他只是在做第一款产品 然后只是非常少量的在卖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连日本的这样的呃呃供应商 就是隔着太平洋的非常远的这些人 他都已经了解到了呃GoPro的这家公司 然后以及Hero这么样的一个运动相机的产品 所以说他觉得我们这个事可能确实有可能火 跟我的之前的前两家公司都不一样这样的感觉 然后可能呃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边 他应该就是这个销量是越来越高 第一年他应该是卖出了 其实卖出了15万台这个Hero运动相机 是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 没错 然后他之后的这个记录打破的这个速度 一年就比一年快 我记得我在这个发布会上听他 每抛出一个数字比上一个数字 我觉得都是几何级的那种那种增长 然后直到呃2013年吧 这是呃GoPro是2014年上市 所以2013年是他上市的前一年 你的销量已经超过了380万台 就是可能我们在今天听到这个数字 如果你拿他去跟其他的主流的硬件产品 比方说手机 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 随便一家公司都可以呃一年卖到大几千万 然后甚至像苹果三星华为这样的公司 可以卖到破亿 但是说对于运动相机这么样的一个使用的 即便在当时使用场景仍然是非常呃局限的 这么样一个产品 380万台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水平了 所以他相当于是在十年当中 他的销售量翻了20倍 20多倍吧 应该应该是有的 有意思的是他跟呃一些其他的这种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比较主流的这种硅谷的创业公司 特别是互联网的软件的 基于手机APP的这种创业公司 不一样的一点是 几乎从来没有对外部融资产生过需要 因为他从最开始的第一年 然后之后的每一年 一直都是处于这种靠自己的钱 过得很好 然后一直以来是盈利的 然后因为当在当时的这个硅谷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像像GoPro 这样的一个硬件创业公司 能够获得这么样的这种指数级别的增长 所以很多风头就挤破头了 都要想要进来 相当于是2011年5月的时候 GoPro终于融了一个A轮 你想这公司是02 03年的时候创立的 2011年已经是8年之后才融A轮 这个对于其他的互联网软件 或者说APP的这种创业公司来说 可以是无法想象的这么样一种情况 但是这些钱相当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直是放在公司的账户上 多少钱呢 他在2011年的这个A轮 然后加上之后一年 融了一个PE 一共是2.8亿美元 在这10年当中 其实他已经把这个运动相机 从冲浪扩展到了其他的运动品类 对 在当时除了冲浪之外 几乎所有的你能想到的 这种户外运动 极限运动 从轻松一点的 我们就说徒步 然后跑步 到这个稍微更极限一点的 这种高山滑雪 MTB这种自行车 摩托车 越野之类的这些极限运动 甚至包括很多专业级别的这种运动赛事 比方说赛车之类的 这些专业级别的赛事 都在使用这个GoPro的产品 所以说他其实是从冲浪扩展到了一个 可以说在当时是无限量的 这么样的一种 非常多的这种使用的场景 对 可以说这家公司是 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他是前途无限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VC 然后包括很多普通人都认为 他有可能是第二个苹果 但我想知道 就因为他已经拓展到了各个品类 而且他的销量一直在增长 那我想他上市之前 或者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 肯定会问一个问题 他的未来的增长在哪里 那那个时候 他是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的呢 我们可以回溯一下 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个部分 他这个公司在创始的时候 他想要做的是什么 他最开始想要做的是运动相机 其实并不是 运动相机只是他想要完成目标 完成这个任务当中所需要的一个工具 他在当时想要做的事情是给自己拍非常酷炫的冲浪的视频 然后所以这个做这个视频 或者说做这个原创内容的这个念想 其实是在这个从创始 然后一直到上市的这个十年 十多年的这个时间里边 相当于是一直是营绕在他的这个心头的 创办公司之前 他在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 然后后来这个人在这个GoPro担任的是创意总监 然后后来也是负责的这个GoPro的这个原创内容的这一盘业务 然后他们俩两个人之间之前有一次对话 就是说这个人问Nick Woodman说 说你是不是确定还想要做这个原创内容这块业务 然后Nick Woodman告诉他的是 如果我们不做的 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多年以后我们一定会后悔的 当然事实的这个结果是 他们因为做了这一块业务 而且做的这个切入的角度 或者说做他的方式方法 出现了一些偏差 所以其实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让他稍微有一些后悔的 但是即便如此吧 相当于今天的这个GoPro 相当于已经经历过这个大风大浪了 对 然后但是他们仍然会说 希望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上 我们能够把这个内容的业务做起来 然后Nick Woodman他本身对于内容 这个事有多疯狂呢 在当时他认为GoPro这个公司 是非常适合做这个事情 如果GoPro不做的话 那别人都不应该做 他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时GoPro没有怎么运营过 说就是没有怎么按照一块业务 去运营他的这个社交媒体 然后一些内容的这个渠道 然后但是他即便如此 这个应该是在上市前的那段时间吧 他当时在Facebook上面 已经有720万个赞了 非常非常多 然后Instagram上面的粉丝数200万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 非常可怕的这个量级了 然后Twitter上有100万粉丝 这个不用说 YouTube上的视频总播放量 是超过4.5亿次 然后在2014年 应该是有一个第三方 制作了一个品牌频道影响力的 这个排行榜 就主要评比的是像什么GoPro啊 或者说Google啊 苹果啊之类的 这样的这种消费电子品牌 在YouTube上的影响力 在当时GoPro排行的是第一 当时GoPro如果有这些优势的话 那他不做这块原创内容的这个业务 确实是有点可惜 他完全可以说利用我们的这个 目前已经有的这些粉丝 和我们的这个关注量 让这个原创内容的这个业务 成为一个新的 然后非常具有GoPro的这种 标志性的这种 这种风格的这么样一块新的业务 然后同时当然也为公司 带来更多的这种 这种赚钱的可能性吧 而且他为什么要在上市前 特别是在上市的时候 要讲这个做原创内容的这个故事 当时是有这个华尔街的这个 投行的人 就专门搞上市的人告诉他嘛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做硬件的这个 这个人 他对于原创内容这块业务 毫不了解 但是这个华尔街的Banker就告诉他说 内容公司通常的这个市值会比这个公司在当时的真实的价值要更高 这个溢价率确实存在的 对于所有以内容为核心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业务板块当中包括内容的公司来说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相当于强化了 Nick Woodman对于自己做原创内容这块业务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没有问题 就比方说我们去想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现在变成了那个Disney旗下的一个一个内容平台 然后或者我们想在最近过去十年 其实内容聚合平台各种子子类别的内容平台也还是涌现出来 所以GoPro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为什么在这上面遇到问题 然后以至于可能接下来他出现的问题都跟这个有关呢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最近会看到很多 无论是硬件公司也好 还是说之前本身在内容的领域都已经耕耘的非常深的这些公司 最近都在重新把内容 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分发的这样的内容 视频内容 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去做 最典型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两家公司 一个是Disney 另外一个是苹果 Disney我们不用说 它本身就是一个抗内容几家公司 苹果一个卖iPhone Apple Watch iMac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硬件的公司 它现在开始做这个Apple TV Plus 优质的这种原创视频内容的这种 有点像Netflix这种感觉 但是它的质量可能比Netflix要更高 它要去追赶HBO的这种水平的这样一个 越来越多的像这样的公司 他们会把原创内容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去做 但是相当于GoPro做这件事情是提前了非常非常久 但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 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即便你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 并不一定确保你 就是你一定会成功 可能有的时候你做的太早了 实际不对 你的用户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说你的这个做他的方式方法有问题的话 都会导致说 这块业务最后不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的那么好 当然以及发生在GoPro身上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对这块业务做的太认真了 他们花钱花得非常的凶 非常急切的想要去说把这块业务做好 然后他们在当时策划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视频栏目 相当于这个栏目里边比方说有面向儿童的 有当然有他们大本营的这个极限运动的 然后也有一些真人秀这种性质的 他们在当时的这个有超过30款原创内容的项目堆积在这个生产管道上 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个新成立的相当于叫娱乐内容的这个团队吧 大概最多的时候应该有个三四百或者到四五百人左右 但是即便如此 这个人数去做超过30款内容几乎是很难把它做到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可能知道说一个好莱坞级别的这种就别说好莱坞了 就是一个一个Netflix级别的这种这种原创剧 可能这个制作团队一个项目的制作团队可能都要几百人 所以他们当时的这个团队去做这么多的项目是非常难以去完成的 所以他们要花非常多的钱在每一个项目上面 当时比方说在外面随便找一个摄像师来拍一段视频 要花一万美元左右 然后他们就会把预算增加到十倍 说我给你十万美元你给我拍的好一点 然后要达到全球最好的这种制作实证 他们当时对待内容的这个内容生产的这个态度 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种我有钱 然后我一定可以做成这个事情的一种非常朴素的 然后但是也非常说难听点有一点无知的这么样的一种想法 所以他们的节目拍出来受众反应怎么样 他们的节目拍出来了一些 他们当时主要是想把自己的这个原创内容 然后去跟微软合作 放在这个Xbox Live的这个这个平台上 可能玩过Xbox的朋友 大家知道Xbox Live之前曾经是有过一块视频的业务 今天也有 当然是被那个直播的那一块所取代了 对然后他们当时是想跟Xbox合作 然后他们当时还招了一个微软之前做过Skype的一个高管 但是这个频道一直没有能够有一个真正的上限 但为什么是微软和Xbox 因为其实就是我现在回忆起来 你刚刚说那个时机是不是太早 我并不觉得2011年12年很早 因为我记得在1112年或者之后的几年 其实是在美国Vlog兴盛的几年 就虽然现在在中国最近才兴盛 但是美国其实是那个年代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你会看到 因为有很多的Vlog出来 所以越来越多的Vlogger 那个他们是往专业化进行的 甚至他们会请来好莱坞的人来给他们 就节奏带起来呀 标准提上来 而且那个YouTube 是给了很多这样的福祉 并且会有介绍广告商 所以我就觉得没道理 GoPro他们这样去制作 然后在YouTube上分不到广告费 其实还是 当时的YouTube应该还没有上线 那个专门的那个YouTube Original的那个板块 就是说你可能每个月 如果你是付费用户的话 你可以免费观看这些YouTube团队 跟外边去第三方去合作的这种 高成本制作的这种原创内容 在当时YouTube还没有这个东西的 那个时候没有 但是他们会有那个扶植计划 因为当时YouTube是刚刚开始 所以他们是给 原创内容还不错的人 给了很多扶植的 但是在当时可能GoPro 它的一个更大的想法 就是说在微软的帮助下 GoPro有可能做成一个 不说跟YouTube同等水平 至少在内容质量不相上下的 一个内容的这个来源吧 所以当时可能有一点那种 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这种想法吧 而且当时在Xbox Live上 他们当时的策划是说 我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收费的一个频道 确实有一些免费的内容 可以放在上面 当然同时他也可以把这些内容 这些视频放在YouTube上 或者放在其他任何的一个 当时流行的这种视频平台上 但是他当时的想法是说 Xbox Live上 我们就专门放一些独家的 原创的收费的这种更高端的这种内容 然后因为Xbox你本身是一个 在这个平台上面付费 已经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上面的用户教育做的比较好 很多的原因吧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结合起来 这一段听得我好心酸 这是所有的内容创业者都会面临的抉择 你到底是做付费的还是做免费的 你到底是为其他的平台做加一 还是借助人家的流量 以及选择哪个平台也很重要 如果他们当时坚定的坚定不移的 在GoPro在一个YouTube上 那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事 因为毕竟当时的Xbox 又扶不起来的阿斗那种感觉 对而且我们能够想象说 在YouTube上面 他们可以更快的获得更加好的广告商 比方说你刚刚提到的红牛 还有就或者是做户外运动的一些 服装品牌装备品牌 都能够Target比较好 而且Google的YouTube 有着非常精准的广告投放系统 对没错 但是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一切 都是建立在我们今天 或者说过去几年的时间里 事后诸葛亮 对是的 在当时可能他们一方面是没有观察到 这些比方说YouTube 或者说更火的一些 在当时的这种主流的视频平台 给他所能提供的这些福利 另一方面他们可能 GoPro的这些人 他就是所有的高管 平时是高管 其实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 都是那种冲浪男孩 冲浪女孩的那种感觉 他们是一种 在用一种非常朴素的这种心态 有点大大连连的这种感觉 在管理这家公司 他们笃定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肯定会 一定会去做 说了要这么做 那我们就一定会这么做 不会说去 我们要不要考虑一下YouTube 或者当时可能Vimeo还比较火 或者说什么Vine 当时那些移动的视频的平台比较火 我们要不要上一些其他平台 我估计他们当时 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所以能够说有什么一个时间节点 是能够看出来 他是在猛烈下滑的吗 或者我们来说他的高峰吧 他的高峰可能就是他上市之后 股价冲到98元的那个市值 算是他的顶峰期是吗 对 差不多是这样 他当时在上市的时候 讲的这个故事特别的好 而且在当时是完全没有看出来 他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在当时 大家都是好多年没有迎来一个 像GoPro这样的这种公司来去IPO了 大家都非常支持他 然后华尔街什么都很给力 非常买账 然后他的这个股价相当于是上市之后 没多久吧 就只冲到这个将近100美元 他当时的股价最高的时候 超过了120亿 然后他其实在上市后的第一年 大部分的时间里过得也都还比较好 因为他当时的这个硬件的销量 是有一个年之效应的 是一直持续到了他这个上市的这个一年之后 在当时他的这个运动相机卖的也非常不错 而且他们在当时才刚刚开始疯狂的扩张 招人去做内容 然后疯狂的花钱如流水 然后以及在当时他们是 一切才刚刚开始 然后他们是在上市的第二年 相当于才对这个运动相机 他们的这个最核心的这块业务的这个 关注度开始降低 因为他们实在是花了太多的钱和精力 还有人力内容的这块业务上面 以至于他们对运动相机的这块 最一开始的业务 降低了一点关注度 2015 16年的产品 其实是非常平庸的 可以这么说 而且是不是运动相机 其实大家对他的迭代也不会像是一个消费品一样 那么快的去迭代 对运动相机这个东西 如果说对于最核心的这个消费群体 比方说这个职业的冲浪滑雪 然后赛车的这些运动员来说 可能他们会有这个资本去出了最新的相机 他们就一定要去换一个新的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样 对于他的这个每年300 我们就说他在这个顶峰时期的这个300多万块 将近400万的这个销量里面 不可能全世界有400万冲浪爱好者吧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新手 都是普通的 只是想要买一个这个东西 带着一种 我万一用得上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的 对于这一些用户来说 这个不是他的核心用户 但是其实是销量最大的这个这个来源 收入最大的这个来源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这个新一代的产品改进没有那么大 革命性没有那么强 然后所有人都在说的 你这个东西是不是重新发明了运动相机 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种reinvent 重新发明的这种水平的话 那我完全可以继续用上一年 或者甚至前两年的这个 这个运动相机 这个甚至你别说运动相机了 甚至对于手机来说 可能都是这样的 我们所有人都在讨论最新的iPhone 11 11 Pro 但是关注你身边的人 有多少人还在用iPhone 6 iPhone 7 甚至iPhone SE之类的 GoPro在那几年的产品就确实 没有那么的激动人心 这个是他们那两年利润下滑的其中一个原因 以及另外一块是一个内容业务的这个大笔投入 投入太多 同时他们没有 就是因为这个频道没有有一个正式的上线 然后他们没有拿到足够多的这种订阅的这种费用 在这方面没有产生足够有意义的这种收入 所以他们相当于是在2015年的第四季度 这是他们上市后的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他们是在2015年的这个第四季度 报告了一个首次的公司的净亏损 这是他们公司从2002年创立以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但是不是在那之前 他的股价就已经开始下滑了 他们的股价大概是从2015年早一些时候 他们曾经有过一次下滑 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这个高峰 上市的这个高峰期后 慢慢回归到这个股价的这种理性的平稳的一种状态 然后他们在2015年中 然后还涨起来过一次 大概是在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 分析师对他们开始抱有这个怀疑 然后再加上种种各方面的原因吧 在他们报告这个财报之后 股价下滑的就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了 刚下来的那段时间应该是 应该是可能10块钱或者不到10块钱左右吧 对他2014年6月份上市 然后到2014年的10月份到达了峰值 然后之后就一路下跌 在2015年到2月份到了41块钱 相当于就腰斩了 这个其实是我刚才说的 我认为的应该是一个慢慢回复到 这个平稳的这个上市发行价的 这么样一个重新回归理性的这么一段时间吧 这段我认为其实还好 而且他之后就是他一直在讲的 这个原创内容的这个故事 其实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边 其实还是发挥的作用 所以你会看到后来 因为他的在这个财报当中报告说 我们仍然在这个内容产业上面加大投入 这段时间可能分析师对他的这个期待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也会看到他之后有一段时间 股价是又回到了大概60左右的这么样的一个水平 那是在2015年的8月份 对之后就一路下跌 对因为他的这个 这公司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亏损 一直是在赚钱 对于一家普通的公司来说 我觉得可能亏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吧 无论是没有上市的这种创业公司也好 还是已经上市的公司 但是对于GoPro来说 它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这公司真的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然后所有人在当时有一点像那种 终于从一个梦里面醒过来的那种感觉吧 说原来你们这帮神奇的冲浪小子 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 的那种感觉 从此对大家对他失去信心之后 他的股价就开始一路往下跌了 然后在2016年2017年左右 一直是在十几块钱徘徊 2017年就已经到十块钱以下了 然后现在可能也就三块钱四块钱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去想的话 很多东西都很明显 就比方说会有人把它去跟那个苹果去比 但是跟苹果相比 它的市场显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 然后它的复购率也是非常低的 就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所以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 大家就能够那么冲昏了头脑 一窝蜂的去买它 这个故事真的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人 也是挺神奇的 因为它下滑了之后 其实它是也有一些策略的改变 所以你能看到它 其实为了挽救自己这种下滑的趋势 是做了一些策略上的改变的 这个策略 首先我们说一些比较切实的这种做法吧 首先所有的公司在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都是说那我已经是一个上市公司了 我们首要负责的应该是股东的利益 所以它这个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 通常就是裁员 然后GoPro在当时裁员这个事 相当于是非常这个不会手软的 他们当时应该是裁掉了公司 一度达到了这个公司人员比例三分之一的这个员工 他们2015年末的时候 这个公司员工总数已经是1600人了 这个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相当于增加了不到1000人左右 非常可怕的一个增长 后来刚才我说到他们裁员 大概裁掉了可能三分之一的员工 可能有个500人左右 接下来他们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把原创内容这块业务 也不是说完全杀死吧 至今仍然保留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么一个团队 去继续维护它在各个社交平台上 特别是YouTube上面的一些视频 他们还会继续做一些东西 但是之前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本来是1万美元的预算 然后一定要花到10万美元的这种事情 然后以及同时做好几十个内容项目的这种事情是肯定不会出现了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把这个团队重新回归到了一个比较精简 比较高效的这么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在这个比较虚的这种战略的层面来讲 我觉得他们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还是要重新回到这个让我们这家公司 这个巅峰时期我们所依赖的是什么 还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产品 是我们最核心的用户 我们最核心的用户是谁 极限的这个运动的爱好者 然后以及一些电影啊 或者是一些视频制作方面的这些专业人士 然后我们的核心用户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的就是运动相机 是最好的最有创意的 然后重新发明自己的这个运动相机 所以他们又重新开始回去说 我们还是要招人 然后他们当时是把一些没有裁掉的 这个内容团队的员工 相当于也并回到这个运动相机的 这个产品的团队 然后他们要去重新把运动相机的 这一块业务捡起来 就是在这个自救的过程当中 也走过一些弯路吧 比方说17年的时候 他们曾经想说 那我们要不要做个无人机试试 他们在当时还发布了一个手持云台 因为那段时间相当于是Vlog这个事情 已经开始有点在全世界范围内 这种活起来了 然后手持云台这个东西 在当时是所有人都需要的这么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不要做无人机 OK我们发一个无人机 然后我们要不要做手持云台 他们当时也做了这么样一个手持云台 但是这两个产品在后来相当于都 做了一年 无人机应该是做了两年之后 终于也是被砍掉了 到最后走到2018年末 走到2019年 走到现在 他们现在终于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说 OK运动相机是我们一定要去站稳的一块大本营 与此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够再花更多的精力和钱 去做无人机云台内容的这些东西了 而且主要他们当时也没有钱 我们在录这个节目的今天吧 是7.35亿美元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公司嘛 所以你觉得他还能够东山再起吗 我觉得要看这个东山 对于东山再起的定义是什么 我在这个 就是上个月去这个GoPro的这个总部做采访的时候 我在问他说 说过去两年你们学到了什么 以及现在你们的这个自救的这个措施 对于你们现在的这个采取的这些措施之后的这个结果 你们自己是不是满意 毕竟要参考他们当前的这个这个股价 他们的市值 即便在执行了这些措施之后 仍然没有起色 我觉得我就问他说你们对这个东西满不满意 那个Woodman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说他比较满意 在他来说最看重的指标是他们又开始盈利了 他们现在又开始有净利润了 即便这个公司的规模跟他的鼎盛时期相比 基本上就是没法比 即便如此 然后他们现在又重新开始盈利了 他们重新找回了当时一开始的最舒服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去继续运作这家公司 去继续做他们的产品 去继续讨好他们的核心用户 他们说这样的结果是让他们的满 特别是像我刚才说了 说他们现在已经又重新开始这个盈利了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毕竟对于亏损到像GoPro那样程度的上市公司来说 能够重新开始盈利 我觉得总的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 做运动相机而言 他现在有什么可以在接着迭代的地方 是说更好的像素 更好更稳定的拍摄之类的吗 说实话呢 运动相机这个东西 有点像某一段时期的这个智能手机吧 就是除了屏幕变得更大 像素变得更高 功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改善之外 这个form factor 这个运动相机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门类 本身已经非常久 很久时间没有发生过这个重要的这种变化了 没有重新发明过自己了 这么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提到一点 其实对于GoPro发展 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挫折 也是有关系的 一个就是它没有特别积极的去拓展 在硬件方面的更大的市场 我们说它是市场本来非常有限 但其实你刚刚一说的话 的确可以拓展到更大的人群 但它可能没有那么积极的去探索 另外一个当它没有记忆去探索的时候 它其实是把这部分的市场 拱手让给了其他的硬件公司 就比方说大疆 那大疆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家深圳的公司 它的技术本来也还不错 应该是挺好的 同时它们的迭代又非常的快 那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面 它GoPro会出于什么样的位置 就显而易见了 因为大疆它本来是一个深圳的公司 然后它相当于是在很多方面吧 包括成本 然后包括距离生产地的距离 等等诸多因素上面 它其实是比GoPro的优势要大很多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大疆 在过去的几年的创新速度 相当于是非常非常快的 它开发出了非常多的这种 新的这种产品 然后可能对于GoPro来说 它在就像我刚才提到 它在1718年的时候 它也曾经想要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就不适合它 它不像大疆那样可以去说 我们有足够多的人力物力精力 去负责茫茫多的这种不同的产品线 我们可能对于GoPro来说 那我只负责好这个一个运动相机 这个产品就足够我的时间了 对其实GoPro现在更加像是 就是在80年代 苹果面对Microsoft 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 可能它也没有办法 一下子全都让所有的人都用上它 但它只要服务好那群专业的人 可能它之后就是会有机会的 那段时间的苹果它做了多少奇奇怪怪的 这种不同form factor的这种硬件产品 什么Newton之类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它最迷茫 但是即将要从迷茫期走出来的时候 它去做的尝试 我觉得不能完全套用到GoPro上 对而且乔布斯也是不可复制的 对至少对于GoPro自己这家公司来说 经历的潮起也经历的潮落 它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有点像它创业初期 可能2005年或者说2008年左右的那一段时间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他们只做这个运动相机 当然同时他们也有一些配件 但是说这些配件都是跟他们的这个核心的产品 能够搭配到一起的 然后当这些东西一起搭配搭配到一起去使用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核心的用户感觉到说 嗯不错 这个确实是在之前的运动相机的基础上 有了一定的创新 不能说完不能完全说是重新发明吧 但是至少确实跟前代的产品相比来讲 有了不错的进步 可能这样的进步对于GoPro这样的一家公司来说 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来说 可能这样的进步就已经足够了 然后刚刚我会说 他是一个典型的硅谷独角兽 但是可能他跟其他的Uber L BNB 或者其他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独角兽 不太一样的是 其他独角兽多少还是有网络效应的 他是一个平台 所以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很大众的东西 但GoPro是一个 本质上是比较小众的一个硬件厂商 就这可能是他们不一样 但是一样的地方我想可能就是 他们多多少好都在 就是在资本快速涌入 然后需要快速增长的这个阶段 是迷失掉了自己 像Uber他是迷失掉了自己的公司文化 然后变得可能不顾很多规则 过度的追求快速成长 而你刚刚也提到GoPro 可能他在招人方面招得非常猛 他在内容制作的花钱上非常的猛 结果也失去了自己的最初的一些目标吧 这么多年过来 有些公司就转过来了 像GoPro这样的 无论他今天的这个股价有多么低迷 至少我们看到了他还能够继续盈利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Uber这样的公司 他在换了CEO之后 成功上市 到今天他的丑闻也越来越少 然后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 有一些其他的公司 在这个迷茫期过后 他的这个选择 最重要的选择是错的 那他就真的没有能够活过来 我们看了太多这样的公司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讲了一个典型硅谷 独教授的兴衰史 非常感谢杜成 做客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 石涛邀请我 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 可以给我们在各大平台留言 或者在读者群中间讨论 也可以给我们写邮件 加入读者群 可以添加声小音的微信号来入群 微信号是 声FM1 S H E N G F M E 阿拉伯数字的E 我的邮箱是 TAO at声.fm TAL at声.fm 另外 声动活泼传媒旗下 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到海外去 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 或者苹果podcasts等音频平台上 来搜索关注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